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露脸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还是很吸睛呀 她在IG有13万的追随者 Youtube也有10万的影迷追踪 这人气是旺得不可思议 五个人令人压抑的是 她已经有一个两岁过的儿子 刚刚说到哪了 刚刚说到两个人边走边聊话题没有断过 景容和Kirsten一路走到了U败站 两个人就站在车旁聊了快十几分钟 眼看景容不时放松迷人的笑容 女方的眼神 专注地盯着景容 完全全堆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头 互动是相当热烈 两个人 来到了超市的门口 景容好像是在说 我和你一起骑了这么远耶 你帮我捏捏 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走走走 还是去买菜吧 景容帮Kirsten手完车 给钥匙的时候还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然后两个人就一同进去了超市 从蔬菜逛到了肉品 再逛到了蛋类区 全程虽然没有轻易的动作 但是两个人的互动十分有默契呀 逛了15分钟之后 景容提着一大袋的战利品 再来一次地跟Kirsten一起 回到了景容住处附近的UY站 过马路的时候 景容一个举手示意 Kirsten马上小跑步地跳进他 两个人漫步地在巷子里临近家门时 景容似乎发现了我们的存在 赶紧让Kirsten用外套遮住脸 两个人才一起进来了 共度一夜之后 景容和Kirsten隔天换上了 一身黑的情侣装 走出家门时还十分地警惕 但是在短短的十几秒钟 就发现了狗仔哥哥爱的关切 赶紧迈开步伐 快快地走 两个人一路走到了南港车站 一下手浮梯就拔腿狂奔 不知道是在赶车 还是想要甩开狗仔哥哥